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的 要做学习请放空 各位要知道说 其实很多人都会来问一些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今天一觉起来就有人说 老师新年快乐 我想单纯学五行生克批命的顺序可以吗 后面的食神用神那些不要学 因为我有在其他老师那边学了 但是老师跑掉了 各位我当然回他 假如你学这样子半套了 你可能跟你的观念就整个不完整 在这一种情况下 还倒不如不要学 还比较好 很多人总是自以为五行派非常简单 各位 这边有我的学生 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学传统八字的 当时候他们在学五行派的时候 你可以问他们学的是怎么样 有像他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吗 所以通常学生我假如看到这一种的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只学什么 其他的我都会 我跟各位讲 这一种的学生通常都学的很烂 为什么 因为这一种学生他在之前一定东学 西学一大堆东西 所以他在批命的时候 他是没有所谓的系统性的批命 拿到什么批什么 所以批命他是非常混乱的一种情况 准度自然就是实准 实不准的这一种的现象 他可能看到我的影片 然后觉得哇 这个钟容义很厉害 那我要学 可是他又放不下他之前所学的那一些东西 所以他就只想要学某一部分 各位 就是因为他只想学某一部分 所以他的观念 他本来已经混乱的观念 再加上五行派的观念 五行派不完整的观念 他以为他又多了一个判断的方法 可是实际上只是让他的批命 越来越混乱 不要以为可以融入 了不了解 很多人就是这样 我都觉得很奇怪 你明知道你所学的东西 都已经没有办法批命了 你要来跟我学八字的时候 你为什么那些没办法用的东西 你还要留着干嘛 各位 这就是他们很矛盾的点 没办法用的东西 你就把他丢掉就好了 你干什么还要留着 然后用着这个混乱的观念 来看五行派 我有多少学生都是这样 结果被我骂到臭头 我说你怎么会有三合局 我什么时候教你有三合局 你怎么会有暗合 我什么时候教你有暗合 你怎么还有充 各位 他们用着已经不能用的东西 然后在学的时候又不放弃 教功课的时候 那真的是花样百出 那当然 学起来都很烂 到最后只是多了一个方法 会讲故事 而批命 那准度我只能说 比妈了 没学的时候还糟糕 所以各位在学的时候 我都会跟学生讲 我不管你以前学什么 你全部给我放空 在五行派没有那么多东西 五行派 就天刚五合 地之六合 五行生克 其他的 你就不要给我拿进来用 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 就只有这样 说真的 他的观念不多 他的观念不多 但是你只要当中的一个观念 出错 你批出来 就几乎都全错 所以为什么当学生已经开始 还没学的时候 就说他只要学某几个 其他他不要学 因为他懂了 我可以跟你保证 他绝对不懂 这边有很多 我的学生 他们有很多都是学过传统学 当他们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到 跟他们所想的五行派 完全不一样 OK 你好 完完全全不一样 虽然 五行派被别派看不起 你那什么东西 单靠五行生克 你就会批命 瞧不起 没关系 你瞧不起 没有关系 但是 我们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重点是批到流年流月 还有流日 然后知道我的运程 我怎么去走 这就是我要的 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因为我才不管你的命怎么样 只要你的运走的好 你的命就漂亮 你的运走的很烂 你都乱走一通 八字再漂亮 走的也是一塌糊涂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在哪里 清楚的知道我的运怎么走 我怎么去应对 我不需要神算 我几段婚姻 我富贵成就到哪里 那个不是我所求的重点 更何况 相同八字 完完全全都不一样的情况 哪有什么命 所以我不稀罕神奇的算法 我不稀罕你那种神奇的算法 所以我知道我要的东西是什么 好 这时候来了 你在传统学上面出了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你的东西不能用 你来学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他放弃 你为什么不放弃 然后你自认为你很厉害 没有很厉害 了不要解 没有很厉害 你很厉害 你早就会批命了 你还来这边跟我讲这种东西 是我会批命 还是你会批命 我说过了 是以我的规则为主 不是以你的认为为主 是我会批命 还是你会批命 我为什么要照着 你的方式 我看了多少人 我教了多少学生 我还会不知道 你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曾经就有一个学生 很臭屁 老师我看了你的影片 五行派 我已经了解七八成了 我要从第四堂课 流年流月开始学 我就跟他讲 别傻了 别傻了 你一定学不会 从第一堂课开始学 心不甘情不愿学第一堂课 学了以后 交功课来 错了一塌糊涂 不是很懂吗 叫他修正 会的就修正 不会的摆烂 放在那里 也就不再修正 然后 要嘛就连续好几天不交功课 然后就交了一个 他自己在那边 说为什么这个要这样批 那个要这样批 我一看就知道 我当时候教你的规则 你有没有搞熟 这些都是从规则里面来的 但是你都不会 你都只是想要用比较的方式 你学的会 我就警告他 你假如还要这样子学的话 我就不要教了 你就照我的方式来 然后错的部分 一步一步的修正 我自然有把握你学的会 你不要给我用这一种错误的学习法 他当时候就这样 为什么他认为他懂七八成 教出来的还天干而已 每次教天干都是 都是错误连连 结果他说好 要照我的方式 三天以后传了 说老师你要照我的 我的职职来教我 混蛋 照你的职职教你 你牢记 不会批命就不会批命 我就说我不教了 那个家伙就从那时候 非常有持续心 每天都在那边按道采 按道采 都把我倒占了 按了一堆 又如何 你有学会东西吗 你有学会东西吗 你不是说你很懂吗 各位 很多人就是这样 不是很懂 真正在教功课的时候 就知道你懂不懂 了不了解 所以学东西 请你们放空 不要还用其他的派别的角度 再来学五行派 你学不起来的 你要从五行派的角度 学五行派 当你学完了以后 你去批命 准度够了 你再回去传统学派 你这样子才不会 观念被混淆 你才会知道说 在传统学派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可以拿来用 而不会混淆 结果到最后 观念 完蛋了 一知半解 所以很多人瞧不起五行派 在那边写文章骂 什么很快就会批命又怎么样的 我跟你说 五行派 三堂课就可以教你会批命的 你不要解 三堂课 一堂课一个半小时 也就是说 照我的方法 我可以让你三堂课就会批命 但是这三堂课不是重点 前三堂课不是重点 他是为了第四堂课 留月在打基础 因为在五行派里面 我说过了 他真正的重点在月份里面 因为人在失败 不是一整年在失败 人在失败 是当下一两天 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希腊你好 所以各位 这就是为什么 我对学生不会很客气 这边有很多我的学生 他们都知道我骂的很凶的 我骂的很凶的 就那几条规则 搞老半天 还搞不懂 你要怎么批命 为什么 因为批命错误 后果很严重 你有没有害过人家 我一直在跟各位讲 我这么厉害了 我都会害到别人了 你这么鸟 你批命准度那么弱 你害了更多人 但是有谁会跟你讲这个 每一个影片拍出来 天下第一神算 批命200%准确 真的是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你们都被 这一些做影片的 被这一些书 里面写的都是什么 他们对的 有把握的 那个错的他不会写出来 他拍影片 当然都拍最好的给你看 会拍那个不对的地方给你看吗 不会嘛 所以不要有那个错误的认知 认为八字 把你一切都算得准准准 你想太多 他有算七成准就很厉害了 那这七成准为什么 我们在之前有说过了 因为别人也有八字 别人也会影响你 然后每个人所处的空间又不一样 这个也会影响 相同八字又如何 单单这两个 怪力的影响 还有风水的影响就可以足以 让你都是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为什么我对学生 我非常要求 他的观念 他一定要用我的方式去学会 他才能够把五行派的观念全部学会 规则全部搞懂 男后最重要的 他本身要怎样 知错能改 什么叫知错能改 你批命100分吗 你有的时候眼花你会看错吧 你要会有修正的能力 了不了解 你要有修正的能力 否则的话你批错了 你不知道怎么修正 打电话来问老师 老师我批错了怎么办 那是你家的事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 学五行派轻松愉快 他轻松愉快是在哪里 他的规则不多 你要背的不多 但是很痛苦 为什么很痛苦 当你要教功课 老师又不跟你讲说 这个答案是什么 要你自己去找出来的时候 各位 有的人哭 有的人发烧 有的人肚子痛 各位 你们有规则参考 都还这样 当时候的我 没有规则可以参考 我错了 怎么办 比你们还痛苦 我错了比你们还痛苦 要找答案 你们现在不需要 你们现在回去回归 规则到底是哪一条出错 你就可以知道答案 那时候没有规则 因为五行派 没有这个派 我说过了 哪有这个派 私营居士不叫五行派 他还在身强身弱 胡一鸣是 把私营居士的东西 全部背的滚刮烂手 也没有创新 你以为他们叫五行派吗 他还在身强身弱 还在格局 当时候 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事 现在你们不用看格局 从头到尾就五行深刻而已 你以为当时候是这样子吗 还要学格局 所以各位 你就知道 当时候我在抓这一些 东西的时候 比你们学习还要痛苦 错 没人给我指导 还不知道怎么办 你们现在错了 有规则在那里 还不知道去找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各位 我当时候在学五行派的时候 我是完全放空 什么传统学 我老师教我的是传统学 我老师教我的是传统学 我全部丢了 我全部 就是用五行深刻 而且 我还把地支藏杆全部拿掉 各位 地支藏杆 什么鸟东西 全部拿掉 单纯只靠十天杆跟十二地支在玩 所以就是这样子 磕磕碰碰的 没有任何规则 没有任何老师 只有纯粹靠实际验证 找出答案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实证很重要 我也想要 我们给熊爷拍拍手 所以各位 你们要知道我当时候的学习 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我要从客人的身上 去得到答案 了不了解 我要从客人的身上得到答案 没有任何规则 没有人可以指导我 因为我的老师是传统学的老师 所以他八年以后再来找我的时候 他发现到 妈的 你的八字怎么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他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不就是天干五合 地支六合 五行深刻吗 他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老师 比我还资深的命理师吧 难道他的五行深刻比我烂吗 不可能 所以不是单纯知道五行深刻 你就会五行派 别傻 当中的观念 你不懂的时候 你再怎么玩 你也玩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这就是什么 我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我去找出真正的东西出来 所以为什么要叫你们照我的方式走 你们不要自以为是 很多那一种的 只要跟我说到这个我都不想理他 等到你学了你就知道 当时候的人是多么天真无邪 不要被骂得很惨就好了 了不了解 不要被骂得很惨就好 还以为五行深刻懂 就会五行派 你想太多了 当中那一些观念 你不懂 你的五行深刻在手 一样不会批命 一样批不出什么东西 了不了解 还有很多的技巧要怎么去看 这些我都有在我的影片里面讲过 只不过他分散的很广 八千多部影片慢慢的去看 学到就你了 我说过我的技术 几乎全部都出去了 因为我就是要怎样 把八字推广出去 但是我推广的并不是传统学派 而是五行派 所以各位请放空学习 当你把这一个玩得很熟了 你再回到传统学派里面 去看哪些是有用的 哪些是没有用的 这样子 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 八字在讲什么